是會感覺到它真的有點搖晃搖晃的感覺 試錦得 我又回來了這裡 有沒有似曾相識 就是這間啊 今天我特地來到中都濕地公園 逛逛 當散步吧 天氣很好 前面這個就是遊客服務中心 濕地公園裡面還有水岸觀景區 紅樹林生態服辱區 淨化濕地 還有我來這個公園最想見到的就是 來這裡除了我想看看花花草草 在空曠的地方感受一下大自然之外 就是因為上網看到一條吊橋 來到了來到了 我本身其實不怕高的 所以都OK 好可愛啊 在這條吊橋上面走路的感覺 我猜不到 在城市中心可以 有這樣的 濕地公園 還有這麼大條吊橋 原來吊橋不止有一條 走完剛才那條 這裡又有第二條 不過是短一點 還有中間沒有跌下去的感覺 繼續高 他說每次只可以走八個人 我等他們走了我才過去 原區內裡面的三座吊橋 連結了遊客服務中心 中央生態島和水岸景觀區 讓我們遊客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觀察到在平時陸地上 不容易觀察的紅樹林生態 這是什麼來的 紅色的 他們對著一對 雖然有點噁心 但是我覺得他們也挺可愛 回到上網找 原來這種昆蟲叫做 紅肌原裝醬 嘩!很難發音啊 它是專門吃台灣某種樹的種子執液 因為它實在太鮮食了 所以令我忍不住停下來 看一看它 比賽在香港 我相信 不要說假日 平日應該也有很多人來這裡 夜餐 而要我想在香港鬧市當中的公園 我第一時間想起九龍寨城公園 雖然它不是一個濕地公園 但它有不少遺跡 以及以中式江南圓林形式去設計 不過呢 當然不夠 這個中都濕地公園大 比賽在香港 市區有這麼大片草地 在疫情之下出不到國旅遊 就肯定有很多帳篷 除了來這裡走釣橋 以及看濕地公園之外 我另一個原因就是想來放航拍 但沒有問題 Muchas 渡不流 兩人在香港 一家 會有很多很多人 或是爆炸的 在香港 那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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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的有點曬 那曬的話我應該會嚇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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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